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角色最大的区别就是做球员的时候我只需要把训练练好 把比赛打好 把自己在场上面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发挥出来 帮助这个球队去取得胜利 只需要做好这一点就可以了 那是总经理的角色是要掌控整个球队的方向 是对整个球队去做计划 要去了解每一个队员 要去了解每一个教练 要让队员跟教练要有默契地工作在一起 而且为了球队持续的发展 对于未来的规划 也是非常重要保持住这个球队在这个CBA联盟里面的这个竞争力 最难的地方就是我要想到各种东西 整个俱乐部的大小居西我都要想到 做球员就是不用想那么多 就想好自己就可以了 他是很有潜力 很有希望的一个优秀的球员 我不知道我的巅峰在哪 对吧 每个人的巅峰都不一样 他会达到他的巅峰 而且我也认为他很有希望就是说去能够尝试进到NBA去打球 当然这一切都取决于就是他自己有多刻苦 他对自己的这个目标能够投入多少 觉得他是具备这个天赋的 然后也希望他能够就是说能够去登陆NBA去打出自己 最好的一个巅峰状态出来 没有什么委屈啊 中国对万元的依赖是越来越重要 在万元这一方面其实就跟NBA选秀一样 不是每一个选秀的或者是说每一个NBA的状元 或者是每一个NBA前几名的选秀都会成为巨星 都会把球迷对他或者球队对他的这个期望都能够打出来 这就跟选秀一样 都会有就是运气的成分在里面 当然我们就是说在我在第一年做总结尼的选择的外援上面 也会有很多东西是我就是需要去第一次去学习的去总结的东西 当然为了这个球队发展的越来越好 或者是说为了这个球队在这个赛季能够打到更好的成绩 那我们会一直都在做不停地去尝试做改变去做调整 所以外援这一方面不是说我们不满意的 而是没有选到就是他适合CBA的 所以我们继续尝试吧 觉得刚从运动员退役下来那么去看这些队员打球 那肯定会有比较深同感受的这样一个感觉 比如说看到这个队员在场面表现了也会去很自动的去回想自己以前在场面打球是怎么样去打呢 反正在这个赛季吧会经常有这样的一个相当于也是回顾自己以前打球的一种片段 然后去影射到这些队员在场面的表现 然后呢自己会根据这些自己的经验也好 根据他们的表现也好去不断地去批请他们在技术这一方面该怎么样去做 我觉得遗憾其实还是有一些的 不管是比赛也好 然后或者是说有没有机会去到国外去尝试另外一个环境去发展也好 这都是会有一些遗憾 但是总的来说回想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 我觉得自己是非常满意的 但是打球大的不太不太喜欢打球 还是喜欢画画喜欢看书喜欢写字 滴滴呢就是这一方面还是有一些天赋 他的这个运动能力这方面虽然还小 但是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反正先让他们两个小孩去运动运动吧 就当一讲强身间铁也好这方面也好 至于以后会不会就说真的是把篮球就当做主要的这个目标去发展 也不是说每一次吧 就偶尔有朋友给我发这个 发这个照片或怎么样的 就是自己当时的这个环境这个情节 这个回忆还是会想到其实自己的意思就是表达一个篮球 其实就是一个对抗项目 也是一种就是展现你个人魄力的一个竞技场 并不是说我们去哎呀去鼓励就是去打架或怎么样的 打架其实只是只是对抗项目里面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就是会引发的一个事件 我们要通过这种这种就是篮球场上面的细节去体现出就是你的竞争力你的欲望你的求胜 包括你这种在场上面我刚才说的你的你的气魄让别人体会到你的气势 这都是在篮球场上面需要去体现出来的东西 所以不忘初心其实就说一个只是利用这个事情去让自己一直记着就是篮球是应该怎么样去打 觉得广东的民间的篮球发展一直都是很火爆的 就从我就是十几二十年前刚来广东的时候那么在这些乡也好 镇也好市也好区也好每一年举办的这个篮球比赛都是一直其实到现在都是全国都是最多的吧 我觉得这个场次也好比赛的频率频繁参与的人数 我觉得都是一直到现在都是名列就是全国前茅的 那么对于篮球的热爱也是因为这么多年红远队在广东所带来的这些影响力 让更多的球迷让更多的就是民间的粉丝然后参与到这个运动项目里面来 还是希望就是能够在民间里面能够树立自己的篮球的联赛的特色 也希望就是在这些民间的球迷里面或者是篮球爱好者里面能够踊跃出更多优秀的篮球人才去为广东篮球去做更大的贡献吧 刺猬篮球等你来赞 探讨了很久很久最后我们就说简单直接一点我们就叫林淑豪立一群篮球联盟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